大家好,欢迎收看由阿俊给您带来的 Jungo项目实战购物系统 我目前在制造创与任研发工程师 主要担任安全联盟等Web系统的研发工作 今天是我们学习本课程的第一节课 我们先来对课程整体的结构 有一个清晰的了解和认识 我们培训的人群是希望掌握 Python Web开发技术的人 还有一个是能够提升企业级Web项目 与团队开发能力的人 我们这个课程的最主要的目标 也是为了培养大家在实际的企业级开发环境当中 这样的一个能力 然后我们学习的主要一个目标 首先是完成一套基于Jungo的通用的购物系统 然后第二个是能够掌握一个在Nix环境下 进行Web开发的一个能力 第三一点也是我们最主要的一点 要我们熟练的掌握Python Web的一个开发 从需求分析到模型设计 再到程序编码到代码的测试 以及项目的部署 一整套技术 也就是我们实际的开发环境当中的一整套流程 然后最终我们要达成的一个目标 就是能够独立的完成中小型项目的一个开发能力 好了我们先来对课程的一个大概的规划进行一个简要的了解 首先是我们的开发的前置准备 主要是我们的项目 以及我们的团队的开发的合作流程的一个讲解 和我们代码版本控制系统GIT的使用 大家在听完我们第一节课的时候 大家可以下去了解一下代码版本控制系统GIT 我们是计划把课程的整个原代码都托放在Github上面 为什么要使用GIT这样的代码版本控制工具呢 因为我们有团队合作 有很多的人要参与到同一份项目当中来 要去更改同一份原代码 这是第一个必要的条件 第二个必要的条件呢 就是我们的代码 我们的项目 它是在不断的迭代 不断的前进的 它每一个迭代周期 它完成了哪些工作 或者说解决了哪些问题 要被清晰的记录下来 以便我们管理整个项目 然后第二个阶段呢 就是要明白项目怎么做 这是最重要的一个阶段 就是需求分析 这是主要的一个步骤 我自己的一个理解呢 就是我们一定要在动手写代码之前 把我们能够考虑到的问题 尽量的考虑到 然后做出你力所能及的最优雅 最好的设计方案 然后我们再去根据设计 来进行一个功能模块的划分 然后再根据我们功能模块的一个设计呢 去编写我们的接口 或者是类 或者是函数 然后再去实现我们的接口 以及类函数 最终我们就能够实现我们的业务需求 然后呢 还有比较重要的一点 就是项目文档的一个书写 这些方面 在初学者看来可能不是很重要 也有很多程序员呢 没有书写好的文档的一个习惯 但是我们要明白 我们做的是企业级的开发 我们做的是要在真实的商用环境当中 部署的一个项目 在系统构建当中呢 他说到了一句话 就是说 我们在做企业级的开发的过程当中 我们做的是真实商用的 而不是写一个demo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区别的概念呢 就是莱特兄弟发明的那种飞机 他就叫做demo 但是波音公司的那种飞机 就叫做是商用项目 对吧 他们都能飞 都能工作 最核心的功能也都实现了 但是 包括他的一个安全性 设备的完备性 以及他的说明的完整性 功能需求的完整性 等等 这个都是 不是一个同一个级别的 好 然后接下来的 像创建产品销售模型 购物车设计和实现 以及下单 结算和支付呢 还有用户账户 图片搜索功能的实现 和使用ATX增强用户的体验 这整个几个步骤 几个阶段呢 都是我们实际项目的编码阶段 创建产品的销售模型 创建产品的销售模型 这是要创建一个通用的销售模型 不管你卖什么都可以 因为商品的属性是共是通用的 对吧 然后购物车的设计和实现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因为我们的电子商务系统 不可能没有购物车 然后下单结算和支付 这其实是一套支付流程 然后我们会教大家封装支付宝接口 然后进行一个实现 线上支付的一个功能 然后下单和处理的一个流程 这是说简单也比较简单 但是对于初学者来说 可能稍微比较复杂的一个流程 我们会进行一个详细的讲解 好 接下来也是比较重要的阶段了 一个是安全 我们的项目要保证它的安全性 这是非常重要的 在前一段时间 那个协程的事件 大家应该都听说了 对吧 所以安全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包括现在国内的安全环节 是非常恶劣的 然后缓存 缓存这一块 我们已经有单独的课程专门讲缓存了 但是我们在这个地方提缓存 是让大家在实现整个一个完整的项目过程当中明白 我们做到哪一个步骤 我们做到哪一个步骤 是再来实现缓存 以及我们缓存的 是最基本的一个实现 是什么样子的 然后缓存的作用是什么 这一点告诉给大家 然后接下来一点呢 就是进行一个项目的测试 测试 我们作为程序员呢 当然主要是进行一个单元测试 首先是让大家理解单元测试怎么写 然后这里有三个模块 第一个呢 就是为我们的产品分类的类型 添加单元测试 就是我们第三个阶段实现的那个产品模型 这个呢 是在Jungle当中 我们就是对Jungle的model 进行一个单元测试 然后购物车 购物车呢 它主要的实现呢 是表单的形式 所以然后购物车的实现呢 就是对表单进行测试 然后结算测试 结算也就是从用户下单 到我们线上支付成功 这就是整个一个结算流程 结算的测试呢 是我们对整个一套流程的一个测试 有些同学 他掌握了单个的类去怎么测 单个的函数去怎么测 但是不明白 我们要整个一套流程 怎么去测试 包括我们和支付宝 有进行交互的过程当中 和外部系统有交互的时候 又应该怎么测试呢 我们也都会在这里面 给大家进行一个讲解 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日志 日志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 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 日志的添加打印 都有相应的规范的 我们写日志的作用是什么呢 是为了便于发现和排查问题 也可以为了总结我们项目当中的一些数据 在我们企业级实际的部署的项目过程当中 他如果出现问题的话 你不可能在我们的生产环境当中去进行及时的调试 对吧 然后日志的一个 要做到一种什么样的级别呢 就是说我们任何的一个问题都可以通过日志来跟踪和排查 然后呢我们才会在本地来根据日志的反馈的情况 我们在本地来进行调试 或者说进行bug的修复 然后再发版本 然后去更新我们的生产环境的代码 然后呢是进行部署 部署呢是我们要教大家在生产环境 使用Engines Apache 还有那个WSGI 来把我们的整个项目部署在生产环境当中去 我们在平时开发的过程当中 虽然说可以访问我们正在开发的一个网站 因为将购呢 他自带了一个web服务 但是那个web服务呢 是非常轻量级的 只是用于开发环境当中调试使用的一个环境 这个部署在我们的网站上面呢 也有单独的教程 但是我们这个地方就仅仅的是教大家在 如何在生产环境当中把这个也部署起来 最后是进行项目实战的总结 整个一套课程 大家要是有什么样的意见呢 或者说在讲解的过程当中 有什么样的建议 大家可以反馈给我们对接的老师 然后他会反馈到我这里来 我再根据大家的反馈的情况 做出及时的调整 祝大家在我们这套课程的学习当中 学有所成能够达到自己想要学习的目标 好 谢谢大家